各位朋友大家好,兩天之前 中國國務院商務部的一個發言人叫做高峰 正式的對外宣佈說美中雙方的首腦已經達成了共識 要在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同時 正式的取消過去所加徵的關稅 當然不是一次徹底的取消 而是同等的、對等的、逐步的取消 這個消息一出來,當然中共內部的有很多人 就受到了鼓舞,那些五毛、粉紅、憤青 更是荒乎雀躍奔走相告 他們說川普又頂不住壓力了 要向習大大投降了、要向習大大妥協了 那麼很多民主派的反共的人士心裡面也有一些不安 他認為川普是不是爲了爭取自己連任 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放去了跟中共對壘 向中共妥協又上了習近平的當呢? 那這個擔心我告訴大家絕對是不必要的 就在今天上午11月8號的上午 川普就出來向媒體正式的通告 說我絕對沒有還決定要取消這些過去加徵的關稅 現在所有的這些談判都在進行之中 並沒有形成這樣的決議說關稅要取消 所以這就是公開的打臉中共的商務部 告訴大家他們是在說謊 不僅僅是打臉中共商務部 昨天他還做了另外一件更加有意思的事情 昨天他在白宮接見了來自於世界各地的 多位共產主義政權的受害者 之後他還發表了一個正式的總統的文告 在這個文告當中他極力的批判共產主義 說共產主義在過去歷史上造成了1億多人的死亡 可以說是罪大惡極 然後他還號召大家一定要同心協力 創建一個沒有共產主義的世界 創建一個沒有共產主義的世界 這話說的很重啊 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共產主義政權是哪一個 就是中共啊 現在世界上所有共產主義政權的總後台是誰啊 就是中共啊 你要創建一個沒有共產主義的世界 那就是要把中共整垮、要消滅中共啊 這個話說的是非常非常的重 我相信習近平聽了都是心驚肉跳 那這絕對不是川普大嘴巴性之所至張口就來 不是的,早在三年之前 川普就把每年的11月7號定為 共產主義受害者全國紀念日 把這定為一個國家的紀念日 這說明他反共這個決心是由來已久 他的這些行為都是蓄謀已久的 按照中共的話,蓄謀已久的反共行為 而且這不僅僅是川普一個人 他所有的執政團隊裡面的這些重要成員 一個比一個反共 比如說國防部長艾斯普 他就是一個堅定的反共者 他告訴大家說現在中東的那些恐怖主義的小毛賊 那都是選界之極,真正的美國的心腹大患就是中共 所以說他們要在中東要休戰,要撤兵 但是他們要在太平洋,在印度洋地區 增加對中共軍事力量的圍堵和防範 美國的國務卿蓬佩奧就在兩天之前還發表過一個講話 告訴大家美國對於中共是非常非常的反感的 但是對於中國人民是非常友好的 這在美國對華政策的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演講 把中共和中國人民明確的分開 美國要向中國人民示好,但是要對於中共下毒手 另外一位重要的成員,副總統彭斯 發表過兩次對華政策的重要演講 在這兩次演講當中對中共都是不假辭射 而對於台灣,對於香港,他們抵制中共的對於人權的侵犯 對於保護台灣的民主制度,那都是戰役有加 他說台灣的制度,台灣的文化是中國的燈塔 就是說中國未來也要走向台灣的民主自由的道路 所以這些人在整個的川普執政團隊都是激起反共的 不僅僅是川普執政團隊反共,不僅僅是共和黨反共 現在美國的民主黨也開始反共了 當然了民主黨他們的反共主要是集中在意識形態方面 主要是從人權方面來反對中共的暴政 但是川普團隊他是全方位的 他是從經濟上面,從政治上面,從軍事上面 各個方面都在反中共,都在圍堵中共 所以川普的這個反共,那是貨真價實的反共 當然在這裡我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不要進入思維誤區 那有一些朋友說,你既然反共 為什麼就不派航空母艦群來到中國的沿海來打擊中共呢? 你為什麼不派海豹突擊隊直接襲擊中南海,活捉習近平呢? 那這種觀點是非常幼稚的,是不懂得政治 尤其是不懂得國際政治的人才說出來的觀點 現在是一個核武器時代,中共擁有大量的核武器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民、美國政界即使是反共 但是他也不會輕易的挑起戰爭,不會主動的挑起戰爭 因為挑起戰爭就有可能造成大家同歸於盡的局面 世界這麼好,中共這麼壞,這麼好的世界 怎麼能和中共同歸於盡呢? 這是絕對不划算的,絕對不能夠做的一件事情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絕對不能這麼做的 那他們怎麼做呢?那他們就是在武力上 在軍事上圍堵中共,讓中共不能夠四面出擊進行侵略 同時在政治上面打擊他們的信用 在經濟上面削弱他們的能力 最後讓中國的老百姓通過顏色革命 通過民變、政變和兵變把這個政權整垮 過去他們整垮了蘇聯,整垮了整個共產主義的 在東歐的那個集團 那麼現在他們要把重心、重點集中到東亞 來打擊中共這個共產主義政權 當這個政權結束了之後 整個共產主義就灰飛湮滅了 世界就會恢復和平 世界就會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紀元 那第二個誤區就是有些人認為美國要反共 就必須和中共進行經濟上的脫鉤 切斷中共的經濟命脈,他不就死了嗎? 這種觀點也是沒有經過深入的思考的 中共現在的執政者習近平和他的情形圈子 他是非常希望美國主動的跟他們脫鉤的 一旦主動跟他們脫鉤了 他就可以把經濟崩潰的責任全部推給美國 他就會實行閉關鎖國 那就會在全國重新來搞起毛澤東式的 新的文革運動 通過公有制全面的控制老百姓的生活 全面的實行暫時經濟體制 如果是中國實現了這樣一步 那麼共產黨的統治就可以說是固若金湯了 中國就變成了一個大朝鮮 現在一個小朝鮮都已經讓全世界頭痛了 如果再有一個比朝鮮大幾十倍的 這樣的一個新的極端的獨裁的政權出現 那誰能夠把它消滅呢? 那就成了整個世界的一個毒瘤了 那中國就陷入了漫長的黑暗時期了 所以說上一次彭斯在演講當中就說了 現在我們美國人不爭取、不追求和中共脫鉤 反而是要跟它一起掛鉤 現在想脫鉤的正是中共自己 說的已經非常非常的明白了 那麼現在大家就會看到見貿易戰當中 大家打一打、停一停、走兩步、退一步 這就是在限制中共脫鉤的這種企圖 這就是把中共給牢牢的抓住 不讓它脫鉤,但是不斷的打擊它、不斷的消耗它 那麼最後就會讓它虛弱到一個程度 讓老百姓讓中國的民變、政變和兵變相距爆發 這就是美國的滅共政策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下一次再見